今次我們去到屯門看一個翻新舊樓的單位 Eisen,今次這個單位實用面積有幾大度? 整個單位的面積約是380呎 主要是夫婦二人和媽媽住 間中有親戚住 主要是3個人居住 當中他們對這個設計有什麼要求? 業主主要長居都會在日本 間中才回來香港居住 想將它在日本裏面的設計帶回來香港 所以整間屋主要用日式和式設計做回家 知道今次這個單位是舊樓 讓我都有30年的樓 做翻新會不會有特別的難處? 要是舊式的樓 他們現在踏大樹 人家會看到五門歸心的格局 原有積 它會在這一邊 我們會有一個廁所門 要是他們這邊 做回整個電視場 我們想伸延 把它改成廚房裏面 原積廚房的掩門 我們都改成一個座門 用一道門進出兩個空間 還可以省很多位 原積廁廁廁的長生 門口就在這裡 我們把它封了 之後轉移到廚房進入 令廁廁廁拉闊了 除了實際上加大空間 設計師還用設計簡約的淺色次櫃 看來不笨重之餘更加日式 窗就隱藏在櫃門的後面 用的時候才打開 這樣就不怕不靈了 其實進來廁所真是很有日本的感覺 這個日式的浸缸廁有什麼具備條件 首先是現在的空間 我們首先會用防水料 還有廁所要穿綁 令整個防流的工程做得很好 首先要看看護主平時的使用習慣 究竟是否會上浸 還有身形我們會用寬度 浸缸最早就可能會出力的時候 怕滑或出入不方便 其實怎樣高度才算是最適當呢 我們約莫這個高度大概做到22吋 你見到其實我們坐在這裡屈室的高度都是舒服的 還有這裡有一個坐位 一般來說成年人我們就這樣走出走入都沒問題 如果慢慢使用的時候 我們會在這裡踩一級再上來 住房因為改動了門口的位置 所以整個格局左右180度對調 工作桌都由原本的L形變了U形 設計師還為護主配置了新款的水龍頭 煮東西的時候不需要不停開關水制 一掃就可以感應到開關 非常之方便 為了保留客廳的開陽感官 兩道房門都改用暗門 而且在裡面木過多的高薪櫃 反而用半開放式的吊櫃 其他的儲物空間就放在這個和式櫃裡面 整個概念用日本寺廟 窗口會有和紙和條紙的風格 我們還用同一個概念 梳枝去整個設計 其實原則這個房間有主力場 所以這房間的改動沒有改動到屋 就保留遠跡 但對於現在香港來說 這個房間的空間其實都很足夠 我們放了一張四尺半的床 而這裡我們讓我有三尺的衣櫃 還有一個梳妝桌的位置 額外我們沒有改動的最大原因 就是因為這裡是有兩邊採光的 這個窗可以望到海 所以就保留這個位置 而這房間主要是護主密碼使用 所以活動空間都放在組合床的下面 如果有親戚到訪 留下過夜就可以用上隔床 其實剛才聽你說 護主他們都想說 在單位裡面感覺比較日本 其實要用什麼元素 或者用什麼顏色 令到感覺更突出 這次我們用淺色的木紋色 我們另外帶出一點水泥式的點水 水紋牆身 水紋地磚 另外我們會加上日式的窗 調節的風格 做回我們的拖門 櫃 帶點綴整件有嫌意的日式設計